不要 兩名工人被撞進車底 一動也不動 家屬哭得生死力竭 一名工人率先被救出來 家屬跪地哭求 要將他送醫 我們可以充血 我們可以充血 兩名工人送醫不治 事發在國道3號 北上苗栗通宵路段 60多歲的工頭 跟老闆的女婿 開著工程車跟緩衝車 疫情以後上國道 準備做割草工作 兩人下車討論 就在這時一台連結車撞了上來 兩人雙雙被撞進車底 你是怎麼開的 不早就撞到了 意外釀成兩死 連結車駕駛驚魂未定 說是不小心 但警方懷疑他是疲勞駕駛恍神 才會開到路 堅強工人撞死 根本就沒有煞車 那個陽香就有了 一個上幼稚人 一個還沒上幼稚人 死者岳父情緒低落 他說女婿跟他一起工作了五六年 相當認真 沒想到在出班割草時 卻慘被連結車撞死 留下女兒跟兩個年幼的孩子 不知如何是好 最終是聯繫機單景 陳苗栗採訪報導 眼前這一輛收光黑舊車 不只蛇行甩尾 還瘋狂收胎 輪胎不斷摩擦地面 產生陣陣螢幕 還發出刺耳噪音聲響 而一旁圍觀的民眾 紛紛拿手記錄影 熱鬧場景彷彿在夜市般 離譜的是事發地點 見識在國道服務區內 17號當晚民眾直擊 國道3號南投服務區 擠爆車潮喊人潮 把463格停車位統統擠滿 關上危險的燒胎甩尾畫面 這種車超貴的 警方貨報到場 驚覺竟然有機車騎士 為了看熱鬧 騎車從便道闖入服務區 當場寄出法單 至於燒胎甩尾的駕駛 最高可開罰三萬六千元 國道警方強調 未來將不定期不定時 前往巡邏 被禁提供民眾休息的服務區 竟成為不肖人士 燒胎車聚地點引發外界打罰 記者陳廣睿 王百英 南投資訪報導 靜密的校園是學習的好地方 卻經傳斷掌意外 意外就發生在桃園一所高中 就讀畜牧科的高二女學生 在補班日當天進行牧場職日 使用牧草切割機將草料打碎 結果操作不慎 竟不小心將手捲入 一旁同學趕緊按下電源開關鍵 停止操作 緊急送往林口長根醫院 但仍然造成女學生右手指 以及手掌斷裂需要截肢 他是在推送草料的過程中 可能操作的時候有不慎的地方 現在已經停止學生操作 校方表示現場有一位技師在場 協助同學們操作機器 機器是108年購入的 否認是設備老教故障的問題 單純就是操作上出了意外 這件事情受到很多家長的關注 我想學校方面應該要徹底來檢討 所謂的SOP的部分 女學生緊急送醫 傷口青創後進行縫合 校方事後也加強宣導 避免意外再次發生 記者 羅志展國宇軒桃園採訪報導 飛機降落放晚開進停機坪 怎麼有點卡卡 畫面拉近仔細看 兩輪一堵的筆論怎麼只剩一顆 航班降落桃園機場前 胎壓異常 落地才發現敗卡 機場361名旅客全都嚇壞 19號凌晨12點02分 這家庫航韓國經台北 飛往新加坡TR897航班 左側輪胎脫落消失不見 經過一夜吊派零件 地勤把輪胎包上維修帶 進京進場維修 問題到底出在哪 因為庫航它可能營運成本關係 那那個地勤人員是不是有超市 那飛機是上完那個螺絲之後 還要上保險 對 有可能沒有綁保險 運安會回應 人窗機場18號深夜 就有通知淘機航管人員 起飛後在跑道開到胎皮 要求我方做好因應 飛機降落前機場表示名義狀 左側卻少了一個輪胎 原定19號凌晨1點半 台北飛往新加坡班次取消 改由替代航班 於同天晚上8點45分出發 台北航段影響旅客361人 台北飛往新加坡 也有249人形成延誤 滑出發道或衝出發道 可能就是漏油 可能就是反正是重大的 這個飛案時間 早在今年1月 庫航傳出新東電源起火 機場瞬間煙霧瀰漫 航班整個取消 又有遊客轉機延誤 會談人員早就下班 被丟包機場 這回飛案再度出包 民眾耽誤行程事小 要是出意外誰要負責 記者劉智展 桃園報導 我是徐國豪 在中視新聞首次坐上主播台 體會到播報新聞 所需要的穩健台風 以及掌握突發即時新聞的隨機應變 為觀眾播報最即時的新聞 就是展現專業的時刻 更多新聞請鎖定中視新聞 YouTube頻道 記得按讚 訂閱 分享 並開啟小鈴鐺喔